我們都看過齊柏林導演生前所拍的 看見台灣 那個時候所引發的濫砍山坡地 造成的土石流跟山林的危害 引發大家的討論 所謂的炎家在817公寶地跟沙龍豪材 竊佔國有或是占用所謂的水寶地的爭議 讓他知道原來竊佔國有地這種事情 正在真實發生 結果問題最大爭解在哪裡 張立善的胞弟張啟蒙兩個都有 同時涉嫌開發山坡地 接下來又占有國有地 真正的事情正在哪裡 今天立委舒適芬告訴大家這一塊 叫做井林巴射鳥七地的200公尺 它在什麼地方 它是在斗六跟林內祥的交竊處 地幕叫做搖狗段 這個名稱非常有趣 搖狗段 結果我們從Google的圖就可以發現 你以為在看見台灣 不是 這正是發生在雲林當地的現況 你看107年這裡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是一個鳥類的棲息地 接下來108年11月的時候 隔差不多一年的時候 已經有類似被開發的狀況 這是今天最新的 這叫什麼 這叫天坑 大家如果看過看見台灣的話 每個人看了就會觸目驚心 所以說這是蘇智芬告訴大家的事情 蘇智芬委員告訴大家的事情 讓你們看 張現場的回應非常非常有趣 剛剛你看的紅塑土是非常清晰的 對 他告訴大家說又來了 只是要把國家機器這四個字 照樣照去還原變比較複雜 這是繼續的政治鬥爭 繼續的只需烏有的指控 完全抹黑造謠 以及縣政府的立場 有違規我們就要進行開發 天子與庶民同罪 沒有所謂特權跟所謂的包庇 我說他騙人 為什麼呢 因為這塊地 林寶局 這個水寶局 就已經發函給雲林縣政府 請記得 不是你雲林縣政府自己開發了 是水寶局 因為他弟弟張啟蒙 開發這塊土地 沒有做好水土保持 結果被水寶局發現 不知道是怎麼發現的 就發函到雲林縣政府 連續開發兩次金額18萬的罰單 剛才瑞德哥有講過 請問紙需烏有在哪裡 完全抹黑在哪裡 只要大家把那個罰單 叫你的弟弟秀出來 雲林縣政府 你是不是重犯 或是故意視而不見 你弟弟為什麼這麼大膽 趕正 披零林務局跟國產署 過去大家永遠都不知道 國產署是什麼概念 國產署就是管台灣的國有地 這個官方單位 披零國產署跟林務局 旁邊的地 去做這樣的爛砍 這是第一件事情 請問紙需烏有造謠在哪裡 接下來重要性是什麼 監察院如果不作為的話 我們就說監察院賭職或是怠惰 結果監察委員 媒體報導 這三個監察委員在 1月24號監察院間派 賴鼎明 林勝峰 林玉蓉 這三位監委 南下去會堪 雲林縣 張立善 胞弟 張啟蒙 我剛才所說的 涉嫌違法 南肯極佔有國有地 兩件事情都跟它有關係 第一個叫 南肯 剛才我們看到 再回來看一下 這就是今天的畫面 你看從這樣子變成這樣子 才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 美麗的山川 美麗的 所謂的山坡保佑地 就被它的盜用砂石 挖了半天 基本上 蘇士輝問得很好 有五個足球長大的這個面積 對 這些土石 跑到哪裡去了 那我就問 張縣長 跑到哪裡去了 這是什麼樣的土石 很珍貴的土石 沒有 就是一般 挖 挖 這個山坡地的土石 去做什麼用途 不是做建築用途 還是呢 觀眾朋友也許可以了解一下 它真的是普通的一個殺石嗎 可以仔細了解一下 那到底現在挖去哪裡 那玉莎老師繼續 對 最後呢 你看張立山說 監院這次拍了三位監委立林 是有比過去更加擴大 讓人不免呢 遐想這是有沒有政治鬥爭的行動 或是被淪為工序 我想告訴大家一個結論 什麼意思呢 這三件事情 我們都可以視為是獨立事件 但是呢 有它的必然性 為什麼 國民黨地方派系啊 過去因為我是嘉義人 小軍姐是雲林人 台灣的地方派系啊 只差什麼 只差沒有像延親標有個宮廟 因為易錦龍大哥 大概會講宮廟的事情嘛 每個人都利用自己的職權 或是呢 以合法也服務非法 如果這些事情屬真 那我只問張立山 很簡單的問題 請問 你看現在的畫面 看起來更觸目激心 在你現場任內 難道你不知道 你第一在做什麼嗎 是 還有呢 這是你自己的主動作為嗎 如果不是林保局開罰 基本上是含送啊 含請雲林縣政府處理 你才被動處理喔 請問啊 這些都是客觀事實 哪來政治迫害 哪來政治追殺 這跟選舉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 蘇智芬如果不把這真相 告訴大家的話 蘇智芬有違雲林鄉親的請託 蘇智芬沒有把這個真相 告訴大家的話 你往回啊 雲林縣的立法委員 所以呢 這會是個衛報彈 我認為極有可能引發新的政壇效果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觀眾朋友幾個層次的問題啊 罰十八萬 為什麼會罰十八萬 那為什麼讓他繼續確鑑國有地 不能讓他立刻停止去耕作嗎 繼續破壞嗎 這一些問題 地檢署包括了檢察官 現在國民黨一句政治追殺 不用查嗎 司法不用查 這個叫做政治追殺 司法破壞 一句這麼簡單的話 通通不用查 監察院也不用了解 是這樣子嗎